台灣貿易訪問團抵達斯洛伐克的第二天 22號雙方舉辦記者會共同簽署7份合作備忘錄 將在產業創新、研發、投資、綠色經濟、智慧城市 和替代交通工具等領域進一步強化合作關係 台灣就是第二名最最高的三位投資者 做了一個超過500億元, 讓他們獨立了超過3000多萬元的工作地方 參訪期間共有近60家斯洛伐克廠商和台商 進行160多場次的實體及线上洽談 斯洛伐克經濟部次長強調 與台灣的談判沒有因此結束 双方12月将在台北举行 另一次的经济合作会议 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奇说明 台四两国共享民主 届时也将会以台湾的方式 回报斯洛伐克的热情好客 一同出席的台湾驻斯洛伐克代表李南洋表示 斯洛伐克跟台湾之间的合作 正在扩展到其他领域 两国之间正在建立坚实的关系 他也感谢斯洛伐克捐赠16万剂AZ疫苗给台湾 新唐亚特电视唐吉安整理报道